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一博身穿白大褂的最新造型 视频一经公布网 网友们就不淡定了 真呼 直呼说 这一身白大褂也太帅了吧 快让王一博给我做检测 315是国际消费者权益 王一博身穿白大褂的食品安全 快速检测员的形象未免也太惊艳了 看来我们的宝藏男孩 王一博也是不是当年天相上 站在最角落的小透明了 流量爆棚和实力兼具的他 一出场就让大家心跳加速 认真做实验的怼脸表情 让网友们瞬间不淡定了 婚当卫视天天向上播出的 天天不上当专题节目 将邀请马苏 李飞儿 陈卓玄 三位购物爱好者和质检员 律师等专业人士及嘉宾一同出境 李飞儿帮机器人维权 马苏 陈卓玄系署交过的智商税 通过嘉宾分享 自己在消费当中遇到的陷阱 由专业人员现场支招 教授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 如何去规避常见的陷阱 例如说教观众在消费的时候 如何看说明辨别商品是否合格 对黑素是否真的能够治疗呢 无糖可乐可以减肥吗 燕窝如何买等等 这一期节目 觉得是让热爱购物的你 收获满满的 更大的看点是天天兄弟 王一博也将归对了 并且作为新任的质检员 和专业的人员 一起感受食品安全检测 以及在生活当中 如何去规避常见的坑 从曝光的照片看出了 王一博一身白色的制服 搭配白色的衬衫 加上稳重的领袭带细节 穿上白大褂 白手套 解锁新的技能的裤盖 怪不得让大家大呼惊艳 网友不淡定了 大胆的发言说 王检测员可以检查我吗 因为彩排央视节目 缺席上一期节目录制的王一博 在新一期天天三上当中 强势回归 深担重任食品安全快速检测员 这次体验的是日常送检和抽检 等一些常见的项目 王一博在这一期 更要学习检测果树的农药残留 和干货类食品的二氧化碳残留检测 虽然这个实验原理并不复杂 但是步骤复杂 但并不是食品检验专业的他 却能够稳步的操作 表现力超强 在节目当中 王一博也显得十分的干练帅气 裤盖初学者的王一博 只学一次就把操作全部记下来了 展现了王一博超强的学习能力 看来也是个隐藏的学霸了 即使是周围人 你有一句 我有一句的大话 也丝毫没有当个王一博的实验 专注力超强 有网友曝光的王一博 竖评怼脸操作视频 专注的衍生实在是让人忍不住舔平了 在节目中 王一博也显得十分的干练帅气 除了王一博的在线担当检测员以外 自从出道以来 王一博不断的突破自己 拥有到多重的重量级的身份 因为从小学习舞蹈 并且远赴韩国作恋一生的他 不仅舞蹈一流 而且在传奇力当中突破自己 演技也得到了提升 后来因为迷恋大模特 而学习成为专业的赛车手 一博真的是非常努力的人了 这能量的他逐渐被央视发现 录制了中国在出发旁白 作为上线吧 华彩少年的上线官 又为血脉等多家品牌代言 王一博正在用实力 逐渐的解锁新的身份 期待一博的新作品哦 出挂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兵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